其實協會任養的機器國小 也正在規劃未來的休憩區 希望能讓戶外活動的人 可以來這裡錄影 帶動部落的觀光產業 你說那個什麼 電視劇在那邊拍嗎 對 這個就是 那個梁秀森導演的比賽開始 比賽開始 比賽開始那個劇 就在利用機器國小 講那個小朋友棒球隊的 所以他們就用這個場景來拍攝 有很多傳統原住民小朋友 在打棒球的一個故事 所以很多遊客來 都要特別找機器國小在哪裡 對 所以你說機器國小 已經有多少歷史了 機器國小 它這個學校 它廢校了十幾年了 那我們在前兩年 我們就跟花蓮縣政府 爭取由部落的 賈魯蘭協會來認養 那我們固定整理 同時我們也把這個學校活化 再做活動部落的祭典 一些觀光活動 我們也利用這個校園來做 所以這邊 這邊地方統稱叫 這個叫 這個叫 這個漢語叫 加露蘭 對 跟我們台東那個 加露蘭很像 對 一樣 那這個名字 這個 這個字眼是形容 就是說那個 山上有很多石頭 會不停地滾下來 因為山上的這個 自然的這個野生物很多 會踢到石頭 滾下來的那個樣子 就形容 這個叫 表示這邊山林資源豐富了 對 所以它是很難得 又有山 又有海 對 很適合的一個場所 荒廢十幾年的基奇國小 被協會認養後 至少定期有人砍草 整理校園 這個面山靠海的美麗國小 才又成為部落聚會的好場所 這邊協會的人數 在家裡的人數 應該夠只有這個事情 而且大家也都很同意 而且很投入這個事情 而且都用義工的那個心態 來基於做一些 這個學校這個環境的東西 吳光明理事長 帶頭砍草 激起國小 有人照顧後氣象一新 尤其部落的活動 常常在這裡舉辦 讓國小顯得生氣勃勃 整個撒基達族 也多了一處聯誼的好場所 今天這個活動 就由來自其他部落的 小朋友參加 學校的 我們早歷 我們早上 不排隊 都不排隊 我們早上 不排隊 Neil ? 我們早上 我們早上 來自我 智濟 雙子 我們早上 來自我 可以 我曾想想想,你還是要來的 你還是想想想嗎? 有說想想想想想啊 我還是想想想想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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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